唐大叔今天教你一道 烧粒子鸡 选用去骨的鸡腿肉 把这鸡肉焯下水 然后加入料酒 开锅呢 两分钟就可以了 这开锅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浮沫贴出去 好了 你看我们开锅已经有两分钟了 我们把这肉捞出来 放入适量的油 我们先把这个鸡肉啊 表面的水分给它煸去 煸出去之后呢 我放入姜片 葱段 继续给它煸香 要先放老抽 然后烹入料酒 然后再放入生抽 倒入少许的陈醋 两勺白糖 少许一点盐 因为我们有生抽了 适量的开水 墨木鸡肉就可以了 栗子放进来 少许的蚝油 中小火 加盖烧焖这个栗子鸡 大概四分钟 好了 你看四分钟到了 我们打开锅盖 这个汁啊已经收浓了 收粘了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装盘了 烧栗子鸡就做好了 如果你喜欢呢 请给唐大厨点个赞 就这样子就做好了 就这样子就做好了 好